哈囉 這個好像要螺絲起子才能開 電池要螺絲起子才能開 TEST TEST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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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很不清楚對不對 然後有回音 然後呢聲音很小聲 所以呢 呃平常時呢我在外面 呃尤其是在 如果出去外面拍戶外的話 我一定會加這個 指向器麥克風 就是這個 各位看到現在這個是裡面有加這個防風罩 其實這個材質是兔毛 我現在講話必須大聲一點 不然我相信這個裡面的聲音絕對是非常不清楚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Canel 80D內建的麥克風 那我平常使用的是這個麥克風 如果說另外再加上去的話 就是這個 把兔毛如果把它防風罩打開 其實裡面是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它這是一個座 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直接這樣子用的話 其實很清楚 非常清楚 而且音質非常好 但是我不可能一直拿在手上 這樣會變成是有限 那在室內的話 我先加裝上去給大家聽聽看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還是會有回音 OK 現在已經加上去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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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有比較清楚一點 但是一定要 但是一樣會有回音對不對 所以呢 國外很多的Youtuber 他們都會用一個品牌 那個品牌非常大 而且非常貴 我考慮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買 到底要不要買 可是我後來我受不了 因為我 因為我發現每次去忽然拍的時候 雖然我們用指向鏡麥克風 但是 周圍的那個雜音 還是很容易被錄進來 各位有沒有聽到 印表機在列印的聲音 我公司的印表機在列印的聲音 也會跑到指向鏡麥克風 這個東西是在兩道牆外面 然後從後面 後面這個門進來 所以聲音還是會錄得進來 所以我現在 所以今天 要為大家開一下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登登 這個叫做 Videomic Pro 這個牌子呢 非常非常多人用 不管是知名的Youtuber 或不知名的Youtuber 或者是專業的做影片 他們幾乎都會用這個牌子 那但是我發現包裝 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樣 而且 這一顆非常貴 你看定價八千九 我買多少錢 我買八千 八千七還八千六 我相信一定有更便宜的 但是 我沒辦法等啊 所以我今天直接就買一個 來開箱好不好 拆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東西 在很多的影片 大家都開箱都有做過 我們最主要是測試給大家看 然後看一下這個東西 到底是在貴什麼 我相信一定有它的價值所在 不然會有這麼多人都在用 對 你看它是長這樣子 它的防風罩是用這個 用這個海綿 這個海綿應該沒有辦法防風吧 可以防口水 但是能不能防風我不知道 然後 據我所知道 它用的是 九福特的電池 它這有db值 它這也可以切換 可是我沒有九福特的電池 這有內建電池嗎 哈囉 這個好像要螺絲起子才能開 電池要螺絲起子才能開 研究老半天 其實不是 不是用螺絲起子 那是這裡 從這邊打開 這裡 這邊 壓下去之後打開 它用九福特的 我現在去買電池 喔 要跑的去買 好 好 然後呢 九福特 九福特電池很貴 這一顆就要 一百二十五塊錢 一顆就要一百二十五塊 好 我們來研究一下怎麼裝 怎麼覺得這個東西 它的塑膠感的那個 塑膠感的那個 品質沒有好像沒有很好 我剛剛 現在正在用這根是鐵三角 人家整隻都是金屬的 看起來質感就非常好 這個整個都是塑膠 然後 價格大概快三倍 真的 真的 真的很難裝 根本就裝不起來 怎麼裝啊 封掉了 然後 扣上去 扣上去 喔 OK 原來是這樣子 很爛的卡索設計 這卡索設計超爛 現在開電源嗎 開跟 開 欸 亮了 這樣就亮了 然後呢 聲音大小 db值 負的應該是越少 正的是越多 所以我們現在換這支麥克風 一 二 三 好了 我現在換上去了 這聲音有比較大聲嗎 有比較大聲 現在是 負十db 我剛剛是調在負十db 我現在在把它調到 這個 0db 那現在如果是 0 現在是0 一二三 一二三 現在是0 那我現在加到20 加20 現在是加20 一二三 一二三 這樣比較清楚嗎 喂喂喂 這樣比較清楚嗎 有沒有清楚 一二三 一二三 哈囉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 好啦 今天就是為大家開箱 這個 Video My Pro 這個牌子 超貴的麥克風 然後現在呢 我要去太好 去車店 聽說有好東西 可是我快沒時間了 好啦 今天先這樣子 下次再分享其他開箱給大家看 各位掰掰 掰掰 他這個還可以防震 你看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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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麥克風需要防震嗎 我真的搞不懂 我覺得麥克風應該是不需要防震